真的是太恐怖了 以後大家都點納車好了 都不要用電了 媽 等一下 小玉 你剛剛講的1.39美度電 那是去年 去年 那今年 前一陣子台電經濟噗噗出來講 我們現在拿2015年的數據來看 那時候的化石燃料 如果跟現在的化石燃料價格一樣的話 那當時候的發電成本 大概也是4塊錢左右 他故意不講一件事情 2015年那個時候 台電的核電發電成本 一度電不到1塊錢 這是2011年 我們有這個國際記者 進到芬蘭的這個地底下 現場 對 就一直往下去 那他是埋到了地下 400多公尺的地方 瑞典是選擇3500公尺以下 瑞典現在才有新的技術 是要鑽井 這個芬蘭是今年要啟用 芬蘭這個其實蓋了很多年 我也去過現場 那他現在的規劃是說 他低階跟高階要放在一起 我們台灣不一樣 我們低階跟高階是分開的 目前的規劃是分開的 那芬蘭他是把它擺在一起 因為擺在一起比較好管理 那剛剛不是講 他的深度有400多公尺 所以他最底下最深的那個100公尺 他拿來放高階的用過的燃料 然後低階的這些核廢呢 他就把它擺在100公尺以上到地面這一面 那他全部都把它擺在同一個儲製廠裡面 他未來就會比較好管理 然後用這個銅鑄的這個 他用銅來裝容器 裡面還有這個在箱什麼鑄鋼 對有棚染土 為什麼用銅 我這邊也跟線上的朋友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考慮用銅 其他不銹鑼不是很好用嗎 他比較不會跟自然間反應嗎 他比較穩定 各位 我們現在幾千年下來 找到的穀物裡面 如果是金屬的 最多的材質使用的是什麼 就是銅啊 就銅器啊 銅器經過這麼多年下來 你都還可以看到 它完好完整的樣子 你可見銅在長時間使用的時候 它算是一個蠻穩定的材料 所以當初在選擇這個 核廢料的儲存 然後裝銅的時候 才會考慮用銅 來作為它的成磚容器的材料 的原因是這樣子的 那現在就是 我把它放到這個容器裡面去 我到時候再把它放到地底下去 那就是萬無一失的一個做法 但其實我們在看那個 用過核燃料的這件事情 其實芬蘭的做法 還不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純粹從我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他們好像也沒有說 這是最好的方法 只是說目前找到 那目前全世界 只有它有辦法做最終處置 它是瑞典的技術 這個是事實 那芬蘭之後 馬上瑞典也要跟進 但是用過核燃料 它其實也是用資源 所以你不用急著把它 因為芬蘭現在的規劃是怎麼樣 我把它進到最終處置場以後 我進行封存之後 我以後就不用了 可是我認為應該要讓它可再取 可再取的意思就是 新的技術出來之後 這些用過核燃料 全部都是資源 全部都拿在發電 它的輻射劑量已經減低到很多 可以拿來做武器對不對 不要 我們不要講武器 我們還是要講核燃用度 所以這些用過核燃料 你還是可以拿來繼續發電嗎 你現在不是在講說 全世界燃料被人類這樣子一再的使用 會不會有用完的一天 化石燃料一定會有用完的一天 那核燃料有沒有用完的一天 有可能啊 但是如果你讓這些用過核燃料 因為它裡面95%都是可以再利用的 那真正費 幾乎只有5%啊 是 像這個圖就是它整個 對 這個就是芬蘭的這個地下的一個設計 銅喔 銅 對 它第一個它是用銅來做它的包覆材料 這是新的核電的警示標誌 骷髏頭跑的人還有輻射 對 看到就趕快跑了 那是就把它放在封存點這邊 所以你就不會去靠近 那那個地方是不是人真的很少 居民 對 一般都是會選擇在居民比較少的地方 那是他們土地很大嘛 有些地方 而且它有特殊的地質 講到特殊地質 那只有芬蘭有嗎 台灣到底有沒有 台灣今天如果去建置這個最終組織廠 台灣有沒有這個能力 當然有這個能力 當然有 技術 那到底有沒有這樣子的地質適合 對 地質 我們在台電這邊 包括經濟部這邊 其實對於 我剛剛不是講低階跟高階分開嗎 所以低階的這個部分 其實都已經找了兩個長矢了 台東達人跟金門烏丘 你就是要地方政府舉辦過公投之後 就可以選擇哪一個地點來作為 低階放生性被棄物的最終組織廠 那地方政府都拒絕辦理公投啊 所以這件事情就走不下去嘛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國家是誰在負責 跟地方政府溝通你知道嗎 經濟部長嗎 台電 不 台電 台電 台電有什麼權利 或者台電有什麼樣子的基礎 可以去跟地方政府做這種公投的溝通 不可能嘛 所以我一再呼籲 我說行政院拜託你不要躲在後面 好像不甘你的事一樣 行政院你如果不出面處理 這個問題永遠沒有辦法解決 那高階的高階怎麼處理 高階一樣要選址嘛 那高階要選址 對不起 我們立法還沒完成 剛剛是針對地界已經找了兩個地點 高階因為立法還沒完成 所以連找地點這件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那問題是核電也不是要儲藝的嗎 核電要儲藝 你這些用過的燃料找地方擺 你高階如果不趕快把它決定出來 你後面怎麼走得下去 之前不是說新北共僚嗎 沒有沒有 那個他們是乾式儲存廠 我們現在講的就像芬蘭一樣 高階都還沒有個 連立法都沒有完成 選址條例都沒有完成啊 那所以你根本做不下去嘛 那未來就是一個問題嘛 那這同樣的問題嘛 你行政院你躲在背後 你這個問題是要怎麼解決啊 你就沒有辦法解決嘛 所以你不能把問題丟給台電 台電 我告訴你 台電沒有這個能力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行政院一定要出面來處理 那你這些用過核燃料 你要把它放到最終執政 那台灣到底有沒有適合的地鐵 有 我不是地質專家 所以當我說有的時候 我是從地質專家那邊獲得的訊息 其實台灣有地點 而且還不只一個 那高階合費出身上 那就是地質要非常穩固沒有斷層 那這個我們台灣的地質專家 都已經做過預測 都已經做過分析 所以確實有幾個地點 但沒有一個人敢講 但沒有發布這些地點啦 沒有人敢發布 因為一發布後面的問題就 又會接踵而來 所以台灣有沒有地點 有 在哪裡 對不起 他沒有跟我講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今天要去建這個對中處置場 絕對沒有問題 是 台灣的技術 絕對沒問題 在老蔣時代就已經證明了 何況清大有這樣的人才 現在都流落到國外去 那老師你有講說 其實這個技術不難 難的是我們的政府 不讓人民去知道真相 跟不去溝通 不去面對 所以當你這八年來 現在賴清德接下來四年 總共十二年 完全不提核能技術 但是全球已經走在前面了 大家都可以想用一度電 只有一塊多的發電的成本 但我們未來只能夠想它是越來越高 這真的是太恐怖了 以後大家都點蠟燭 都不要用電了嗎 等一下 小燕 你剛剛講的那個1.39美度電 那是去年嗎 去年 那今年 前一陣子那個 台電經濟復復就出來講 我們現在拿2015年的數據來看 那時候的化石燃料 如果跟現在的化石燃料 價格一樣的話 那當時候的發電成本 大概也是四塊錢左右 他故意不講一件事情 2015年那個時候 台電的核電發電成本 一度電不到一塊錢 0.9 那時候核電佔比是多少 核電佔比那時候有16% 16% 就已經可以到不到一塊錢 現在是6% 現在為什麼百分 降到6% 為什麼每度1.39 因為有機組核燃料退不出來 所以他必須要花錢去維護 所以讓他的成本沒有辦法 在像2015年那時候 每一度電不到一塊錢 這個也是跟你的能源政治有關 你如果讓他演繹 就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是 因為每次講到說 這個要恢復核電 要重啟或怎麼樣 這些民進黨的委員或民意代表說 那核廢要放你家嗎 還是放我家 還是放許巧欣他們家 每次都是這種問題 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是要用專業去理解 國外人家已經做到 但是芬蘭也花了十多年時間 跟居民溝通 跟全民溝通 跟公投 大家才通過 對 通過 然後建制 建制完成 然後要使用啦 我們是連溝通都沒有 政府機關跟人民溝通 核電可不可行 看在他成本低廉的狀況 照理說就是要溝通 然後每天在做賠錢的事情 好 那最後有一個消息 免費看電影的消息 老師簡單講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新核能時代 我們可能有一個時刻 當地球在問我們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好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紀錄片 那因為核能呢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開放性的 連導演都做成紀錄片 現在人需要核能 因為它是綠電 但是你只要你的單位 你不管是學生團體 上班族我們好氣 只要湊十個人 以上我們就 核能球員就會免費提供 新核能時代電影的播放 而且我們還會派一位講師 去到你們指定的地點 在電影放映完畢之後 進行講解 哇 這太棒了 完全不收費 完全不收費 這個跟之前你到電影院去看 當然啦 電影院 電影院去播放的時候 我們也是不收錢啦 但是電影院播放 畢竟接收到的是小眾 那我們這次特別跟電影公司 買下了台灣地區播放 三年五十場的這個播映權 所以我們特別希望 剛好今天來上小英的節目 我們希望在這邊 跟大家做一個廣告 只要你的公司機關 或者甚至學校團體 有意願上網上到 核能學會的官網 或者到我個人臉書也有 我個人臉書也有這個訊息 請你根據連結 填好單子 然後指定時間 我們就去到現場 線上登記就可以了 完全不收費 你人人了 的一切 剛好 被人 被人 破壞 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